作为东道主 习近平一一迎接金砖国家领导人 握手寒暄之外 不免俗还是要来一张大合照 五人手牵着手紧紧相握 象征彼此合作是命运共同体 在G20正式开幕前 先讨论如何改善长期以来的经济衰退问题 在G20高峰会前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先与金砖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 接着他将亲自主持G20 外界预估在全球经济放缓下 这场会议能不能有新的振兴经济举措 以及很有可能会在重申 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 及扩大SDR的使用范围 因为这些都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展现大陆强势地位 习近平积极布局 目前金砖五国只有大陆一支独秀 GDP保持在7左右 另外4国都因为受到全球经济舒缓影响 再加上社会问题不断 导致经济下滑 甚至出现负成长 金砖褪色的传闻满天飞 外界质疑 金砖五国光芒不在 共同把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 这两个重要平台建设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推动新性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国际治理中 占据更加主动有力的地位 紧拉金砖五国共商经济复苏大计 另外大陆也要和美国抗衡 借此区域结盟 巩固新兴国家势力 记者综合报道 本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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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 Wednesday